點燈 搭上我們的風門 搭上雙層巴士手拿魔法棒 台北市長柯文哲化身魔法師 琴琴一揮立刻點亮 警符門 請點燈 光劍當成魔杖 再拾一次魔法 南門小南門也亮了起來 但最重要的北門 魔法師起來有點卡卡的 請點燈 前面一排燈籠點亮了 但後面的北門卻還是黑壓壓 似乎感到驚烙虧 讓柯P頻頻轉頭確認 北門到底點亮了沒 但等了十幾秒還是沒點亮 難道是因為缺電 造成北門照警燈點不亮 這個是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遠距離 所以它一般 它不能馬上亮 所以它花差不多三分鐘 從按下去它慢慢亮 不然它燈會燒掉 那跟這個其他的成本不一樣 其他成本是 直接就電燈一開它就亮 北市府為了迎接世大運 啟動西區門戶計畫 讓北門重見天日 還完成了燈門 小南門 夜間燈光修復工程 大手筆點亮台北城 這個也要算一算 免天的費用要多少 其實我們今天這些燈 總設計費 那時候看預算是一千兩百萬 相當多錢 四個城門 這個其實這些燈都是有設計的 直接跳過電力吃景問題 可比眼前最重要 就是希望透過世大運 讓世界看見台灣 記者李茂上除了這支小組 台北報導